好現在呢大陸啊祭出呢 他們要嚴懲台獨好 罪眾是會判死刑的 好所以我們來看到 這是他們在昨天宣布的 關於依法懲罰這個台獨頑固分子分裂國家 煽動分裂國家犯罪的意見 好所以列出了好第一點呢 就是發起建立台獨分裂組織 策劃制定台獨分裂行動綱領計畫方案 指揮台獨分裂組織成員或其他人員 實施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活動 好第二個呢就是 透過制定修改還有解釋廢止台灣地區有關規定 或公民投票等方式 圖謀改變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法律地位 好第三呢就是透過推動台灣 加入僅限主權國家參加的國際組織 或者是對外進行官方往來軍事聯繫等方式 圖謀在國際社會製造兩個中國 一中一台台灣獨立 好第四點呢就是利用職權在教育文化歷史新聞傳媒 等領域大肆的歪曲篡改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事實 或者是打壓支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國家統一的政黨團體人員 以及第五點呢就是其他圖謀將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行為 好只要呢有犯了以上這五點好最高會是判死刑 好所以來看到陸委會他們就回應了他們說政府啊堅決捍衛國人自由與權利 絕對不接受中共威脅與恨 北京當局的做法只會挑起兩岸人民之間的對立 嚴重影響到兩岸人民往來交流 無助於兩岸關係的良性發展 更是對全世界熱愛台灣 支持台灣自由民主的國家提出極度不文明的粗暴挑釁 我們深感遺憾 好所以這個是陸委會給出的回應 好那我們就來看到了華南師範大學台灣政治研究所所長 他就提到說了大陸呢在國際社會處理台灣問題上要做到合理合法 打擊台獨從法規面推進這個是必然的步驟喔 那更認為呢好條文規範越清楚 台灣民眾就越不需要去擔心誤處 也不會被民進黨與賴清德給綁架成台獨 好另外淡江大學的兩岸關係研究中心的主任張五月 他就說北京呢除了是要對內交代表明大陸對台獨的行徑是有主導權 更是透過了依國內法懲治台獨的舉措 對外就是宣示說兩岸一中馬最終是達到對台威嚇的效果 所以短期必然是會衝擊到我們兩岸之間交流的一個氛圍 但是中長期還是要來看兩岸是如何堆疊更多的善意 好所以我們就先來看一下昨天的這些新聞 大陸國台辦發言人陳兵華與坐在最中間的大陸最高人民法院行事審判第二庭 庭長馬嚴等一票官員臨時召開記者會 由陳兵華先發言宣布從本月21號開始 凡涉及台獨不再輕輕放下 這份由大陸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國台辦 兩高三部共同發布的懲治台獨分裂犯罪意見 明確指出涉及組織台獨活動 甚至透過教育新聞媒體大肆扭曲 篡改台灣是大陸一部分的事實都算觸法 共22條定罪量刑懲治 反分裂國家法明確規定 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共同義務 特別強調反分裂國家法 台灣民眾也該予以遵守這項行規反被認定 搞台獨最重何處死刑 煽動分裂國家犯罪 法定最高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 追訴期限就是15年 分裂國家犯罪 法定最高刑是死刑 犯罪的追究期限是20年 如果情節嚴重 即使超過20年追訴期 仍可依法起訴 主動放棄台獨立場可撤銷案件 陸方強調執行懲治 只針對少數台獨分裂分子 不涉及廣大的台灣民眾 至於是否會再公布更多台獨分子名單 陳平華強調只要有明確的犯罪事實 都將堅決採取懲治 這段影片與北京採訪報導 所以大陸認為的台獨分裂分子有誰呢 我們來看到有10名國人 他們已經被大陸列入黑名單了 有誰呢 有蘇貞昌 游錫坤 吳釗燮 蕭美琴 顧立雄 蔡奇昌 柯建民 林非凡 陳焦華 還有王定宇 所以這10個人 是早就已經被大陸列入黑名單了 好 那郭正亮他就說了以廣義的範圍來講呢 其實就是包含民進黨的所有黨員嘛 因為他們要遵守黨綱 這個是政黨組織喔 所以有行動 有支持者 那所以亮哥他說 他不知道是不是廣義的都會被匡列 如果是的話 這個影響恐怕就很大了 所以我們來聽一下亮哥的說法 接下來還會有一些事件出現 就是有人會一天到晚在檢舉啊 老白講啊 因為這個不是法律啊 這個是意見 意見就是說 這個是我司法上的意見 可是問題是 他是針對這些對象嘛 我覺得可能會引發 相當多的人 很多地方都不敢去 在台灣內部 我認為會引起這個效應 那個五個名嘴很慶幸 他是因為假消息 他們並不是頑固台獨人士 我不知道這有沒有區別啦 可是因為他所用的概念 是台獨頑固分子 他的處理對象 民進黨以前還有人組中俄聯誼會 他們會帶團去俄羅斯啊 那俄羅斯會不會協助執法 他是不是認定為台獨頑固分子 有經過一個明確的公告 那如果沒有被公告的 你就是安全的 快點購618狂歡年中慶 全場驚喜等你來拿 手機掛繩只有一條怎麼夠 Keep fighting超寬版 減壓手機掛繩熱銷款 Live活力放送款 百搭榮耀款期間限定 1加1超值優惠組 任兩條立刻減100元 讓你任何場合都能夠自由搭配 全場消費滿千就送白 最高回饋10%另外不限金額 消費就能夠以100元加購 中天文創經典商品 618狂歡節 一起來快點購線上歡慶 享受絕佳的購物體驗吧 1個月